今天 全红蝉陈爱森逛动物园登上微博热搜 陈爱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 记录了他和小师妹全红蝉去逛乙生动物园的一天 可以说这趟行程 终于圆了全红蝉的逛动物园 去游乐园的双料梦想 人民日报官方账号也打给标题 全红蝉的这个梦想实现了 结束了奥运和全运会比赛任务 也完成了各种见面之后 全红蝉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玩乐时间 他和师兄陈爱森来到非常有名的长龙欢乐世界 不但逛了动物园 还玩了游乐园以及水上乐园 可以说真的玩害了 此前陈爱森通过一段视频 分享了他和全红蝉游玩长龙野生动物园的画面 由于是奥运冠军 两人很明显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当然 长龙欢乐世界游的可不止是动物园 还有游乐园和水上乐园 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圣地 对于孩子的吸引尤其大 作为14岁的全红蝉 自然也不例外 全红蝉来到游乐园 和伙伴们一起玩了过山车 全红蝉还对着镜头比了个夜的手势 全红蝉敢于从10米的高空做跳水动作 过山车自然也难不倒塌 此外全红蝉还来到水上乐园 他套着一个救生圈 看起来非常调皮 一直想去拉身边的同伴 全红蝉这次真的是完害了 全红蝉此前接受采访时曾羞涩地表示 自己没有去过游乐园和动物园 非常想去 这次全红蝉终于得偿所愿 长龙欢乐世界满足了全红蝉的这两个愿望 而且 由于能给景去带来巨大的宣传效益 全红蝉此行全程也都是免费的 当然对于全红蝉来说 快乐玩耍的时光会是短暂的 接下来 他还要备战杭州亚运会以及市井赛 在结束了短暂的假期之后 全红蝉又要回归枯燥的训练中 也只能希望他假期多玩点 玩得尽兴一些 网友纷纷留言 为他感到开心 参加完全运会 并且再次取得好成绩 全妹妹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这么优秀的他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毫无疑问 全红蝉是这个夏天最火的运动明星 能与之等量其关的 恐怕已只有杨倩樊振东 这段时间 同为营营后运动员的杨倩 已经接到了不少大牌代言 还拍摄了广告片和时尚写真 可以说晚成了个人蜕变 商业价值飙升 倒是还未成年的全红蝉 一直被保护着 没有过早接触这些商业气息浓烈的活动 不上综艺也不接代言 安安静静地过好自己的童年时光 该训练时训练 该读书时读书 只有卖过18岁这道坎 全红蝉才能更加笃定 与自信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路 现在的他确实还太小 留住游乐园里的快乐瞬间 比什么都重要 全红蝉从东京奥运会后 可谓是人尽皆知 在9月15日进行的 第14届陕西全运会开幕式上 全红蝉走在广东代表团的最前面 全程C位 短短几十秒时间里 唯一的特写镜头给了他 而且持续了将近6秒钟 同时 全红蝉的微信指数 在所有运动员里断层 第一 全红蝉入场可可爱爱等话题陆续登上热搜 而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他卓越的成绩 从东京奥运会到全运会 全红蝉连续6次比赛拿到第一名 可以说 只要他出现的地方 现场都要一片沸腾 抢着握手 争着合影 急着采访 已经成为大家面对全红蝉时的常态 全红蝉的爆火 离不开他的勤学苦练 离不开他的身体优势 但也离不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 就好像全红蝉的左右护法 一个拉他一把 一个推他一下 一拉一推之间 成就了这个了不起的14岁姑娘 一和威仪高瞻远主 退极为禁 全红蝉成了跳水界的红人 但你有没有发现 这届全运会 关于全红蝉的采访视频 却不多 为什么 因为每当有记者要采访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男人率先挡在最前面 笑着感谢 再摆摆手拒绝 这个男人是谁 他就是全红蝉的教练何威仪 何教练拒绝全红蝉接受采访 背后深意 可谓是用心良苦 用他的话说 全红蝉已经受到外界的过度关注 影响到了正常训练比赛 希望大家能够给全红蝉一些空间 不要过度曝光他的生活和训练 细想的确如此 作为一个14岁的孩子 他的很多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成熟 应对突然涌入的大量关注 他还没有很好的能力应对 甚至可能会因此而飘忽不定 影响一生的发展轨迹 何教练见过太多这样的负面例子 所以他选择站在全红蝉旁边 帮他挡掉所有镜头 在全英会女子跳水十米台个人决赛时 在前三跳落后的情况下 全红蝉凭借最后两跳逆转局势 拿到冠军 所有观众举着手机疯狂拍摄 记者也早就架好机器准备采访 可全红蝉只是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就被何教练立刻拉走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各路媒体 全红蝉略显局促 何教练全程带答 帮全红蝉解围 不让他受到影响 对何教练来说 全红蝉是爱徒 但更是一个为安世事的孩子 他需要自己挺身而出 来解决大人抛出来的复杂问题 因为一旦全红蝉回答不好 可能就会引来别有用心的媒体和网友的过度解读 那些捧红他的 在未来某一天也可能毁了他 他不希望看到这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因为当下的诱惑迷失方向 他尽自己所能 为全红蝉摆平一切障碍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何为一时刻把徒弟放在心间 既当爹又当妈 呵护备志 令人动容 其实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国家队曾在北京集训半年 当时何为一为了照顾和监督全红蝉 主动请应 自费跟着徒弟去北京 在备战期间 全红蝉感觉到压力太大 何为一孩子掏腰包 带他去了故宫和国子建 想以此来帮助全红蝉放松心情 对于全红蝉来说 何为一是在他有了一些成绩后 帮他退一步的人 全红蝉需要一个这样将他往后拉的人 让他在满屏赞美声的时候不飘 不因为被捧得过高而失去方向 这样的何为一 才是真正为全红蝉寄深远 二 周济鸿不具慧眼 出气之盛 如果说何为一是把全红蝉往后拉的人 那么周济鸿就是那个推了全红蝉100的人 周济鸿又是谁 中国第一个跳水奥运会冠军 中国跳水队领队 2020年任中国跳水协会主席 2021年当选国际永连副主席 周济鸿对于队员的培养非常有一套 他帮助国家队培养了不少像郭晶晶这样的奥运冠军 而此次全红蝉的大放异彩 也离不开周济鸿利牌众议 大胆果断的选用从未有过任何大赛经验的全红蝉 全红蝉进入国家队后 开始的封闭式魔鬼训练 可全红蝉的训练却越来越不稳定 经常出现问题 他的动作207C频频失误 让人看了难免担忧 当时有很多人给周济鸿施压 想让他换掉全红蝉 但周济鸿拒绝了 尽管周济鸿对全红蝉并不了解 他说有一个年轻运动员全红蝉 今年也刚冒出来 之前大家也都没有见过他 包括我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因为全红蝉在预赛 半决赛决赛的出色表现 周济鸿决定孤注一掷 周济鸿凭借几十年的经验 他相信全红蝉是块好料 只要给他机会 他就能闪闪发光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全红蝉一跳成名 不仅拿到了奥运会冠军 还打破了由陈若林保持13年的世界记录 周济鸿用他独特的眼光 出奇之胜 如果说全红蝉是一粒种子 那么周济鸿就是一束光 给了全红蝉破土而出的力量 我们的人生里都需要这样一个推自己一把的人 他会让我们知道 原来自己的潜力可以被无限激发 原来我们也可以挑战生命里各种各样的不可能 塞尼卡说过 人生如同故事 重要的并不再有多长 而实在有多好 终其一生 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两个人 一个是鼓励你近的人 在你人生的低谷光弯照亮你 给你向上攀爬的勇气和信心 一个是劝戒你退的人 在你一路高跟猛进之时 给你一路高跟猛进去